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任何领域我们都是制造业强国 中国制造在工业遗产和技术创新方面仍存在短板 曹德旺认为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掌握核心技术 才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没有核心技术就有可能受制于人 同时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如果没有基本的传统制造业 很多所谓的高端产业根本无法发展 我们经常将行业分为高端和低端 在很多人看来 互联网 大数据 信息化是高端产业 而制造业意味着廉价劳动力是低端产业 但是疫情之下 N95口罩成为了高端产业 所以天下只有低端品位的人没有低端产业 通过这次疫情 我们也要反思 如果没有防疫物资等传统的制造业 我们也要严重依赖进口 中国必须拥有一个长期繁荣的传统产业 否则中国经济将无法实现独立 作为企业家成立于1987年的福耀玻璃集团 目前是中国第一 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制造商 在中国三辆汽车中 就有两辆玻璃是福耀造 至于福耀如此稳健的发展秘诀 曹德旺负责做有责任心的人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源送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